嗨,你好,我是超级业斯柏吉 今天的影片是台湾的时代来的系列第三集 这个系列主要的内容是40年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发现到了很多台日之间的文化习惯不同的地方 那时候我觉得日本好台湾差 针对台湾的习惯批评的看法比较多 没办法,因为我是从小受到日本的教育长大的 相信日本的习惯好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40年后的现在,那时候觉得不好的台湾的习惯 我认为非常符合现代的潮流 反而日本的习惯觉得奇怪 我要透过这个系列想要介绍给大家 这样的以前觉得奇怪的台湾的习惯 仿败为胜 台湾的时代来了,真的来了,恭喜! 这个系列今年年初做了第一集和第二集 观看次数超过10万次,蛮受欢迎 可是之后半年都没有做 今天终于做了第三集 第三集我要说的是宽潜行 宽潜行是什么?等一下我要告诉大家 好,那么今天的影片 台湾的时代来了系列第三集 宽潜行 台湾の時代が来たシリーズ第三弹 広く浅く型です 30年前我认识一个台湾朋友 他有开一家店卖茶叶 有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店喝茶 店内有摆放一张大桌子 桌子上面有一套泡茶的器具 旁边有用电烧开水的茶壶 我们边聊天边喝茶聊了很多 其中一件事情令我很惊讶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本业不是茶行 他说茶行是他的副业 他另外开公司买卖汽车零件 这才是他的本业 这种例子在台湾很普遍 我想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吧 现在的话我也不觉得奇怪 但那时候的我不一样 说一句怎么会有这种事 茶叶和汽车零件 这两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开始搞乱 而且不只是这些 那一天我们聊天当中 他还说我要在林森北路开一家酒店 完全无法理解 我跟他讲 你这样做三个行业都不够专业 他说不会啊茶叶汽车零件我都很熟 哦 我还是不太能相信 为什么我这么想 因为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学到 为了能提供好的商品服务 必须不断研究自己的行业 自己要当专家 专家 茶叶汽车零件酒店 我朋友同时要做三个不同领域的工作 怎么能当专家呢 我的头脑快坏掉了 然后我想出一个结论 是这个朋友虽然自己说自己很专业 但对我来说还是只顾赚钱 没有考虑到客人的方便 除了怪感之外 还是只有怪感 他的想法很难接受 对了我想起另外一个东西 有感到跟这个类似的感觉的 就是名片 有一次我接过一个台湾人的名片 差一点发出尖叫声 这是什么 我在日本看过的名片 上面有写公司的名字 还有自己的名字 头衔 公司的电话地址等 很单纯 可是那时候我收到的名片上 自己的名字的旁边 四五个头衔密密麻麻排列着 公司的董事长 地区俱乐部的理事 活动团体代表 还有什么顾问 会长 总监之类的 每个头衔听起来都好想亮 听台湾朋友说这样的人很厉害 真的吗 他说这样的人样样都行 人面广阔大人物 可是那时候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些头衔都互不相干 感觉好像只有堆砌在一起而已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 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顺便提一下 如果是在日本这种情况 我想应该制作几种不同的名片 每一种名片上写一个头衔 看看状况 自己选哪一种送给别人 反正我看到他的名片觉得很奇怪 然后像他这样的做法 取一个名字就是宽潜行 宽潜行简单的说 触角身上不同领域 很喜欢多角晶莹 但他的专业性却没那么强 这个就是宽潜行 那么那个时候的我对宽潜行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喜欢 单纯的不喜欢 无法崇拜这种人 经营公司老板可以 大学教书的教授也可以 写书的作家当然可以 但这些全部在一起就不行 你是谁啊 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他的专业 我认为做事情专业很重要 专业才是好的 我崇拜的是 专精于某件事就能够获得极高评价的人 不惜消耗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去钻研一件事这样的人 至于是否能因此带财富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哦 所以我赚不到钱 好了 反正对我来说 做事情一定要追求专业 针对自己的本汉有关的事情 什么都要了解 什么都要学 所以我那个朋友 同时要做三个不同领域的工作 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宽钳型的相反是窄身型 我的感觉在日本这种窄身型的人 蛮受欢迎 而且越生越好 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日本人蛮重视 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这一点 我也一直以为窄身型的人才很厉害 但最近改变想法 对追求专业的人的尊敬仍然没有变 但同时觉得以前比较看不起的 兼几个不同领域工作的人也觉得厉害 确实这也是一种能力 以前好久一段时间 我不懂这个事情 真的不懂 以前的我以为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好 不要想太多 一直做一直做 好像要当一个修行生人 但现在这个时代 一个人要经营自己的活路 需要会做很多事情 网路发展之后 这个倾向更明显 卖东西透过网路自己可以买 发表文章也透过网路自己可以做 当然需要会做很多事情 自己本也不用说 其他还需要行销设计电脑市场分析等 都要了解 我自己开始做YouTube之后 这个事情更清楚了 以前的我专心写稿 交稿之后 宣传行销都是由出版社帮我做 可是YouTube不行 什么都要自己做 什么都要自己会 以前的我不太敢说自己有做YouTube 怕别人听到说你的专业是什么 现在我做YouTube很开心 被说不够专业也没有关系 自己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制作影片同时写书也可以 还要做别的也可以 我觉得最近常常听到的斜干 非常符合现代的工作模式 真的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也是发了机 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 拜拜